這個悲測 這個配方比較多 而且買的是一百個 好來 快一點 時間有限 這個是 我還買一本粉 好來 這是色彩還原 就是你回家自己印個黑白的圖案 然後你自己拿粉彩 拿不透明水彩 只要是覆蓋性沒彩都可以 好 那從深的顏色開始 我只畫局部就好了 因為整個全部畫完 那個一定沒電 真的真的 假設這是深的 基本上就是 你看到畫面裡面暗的 全部都要畫 懂得意思嗎 只要是暗的 全部都要畫 好 雖然說只示範局部 但是還是畫了很多 控制不了手 剁手收 不能啦 只有右手而已 都還沒好你就剁他 好歹先等一下好 好 來 調色的時候 看一下 那個調色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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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稍微搬起來一點點就可以 可以可以 借一半 來調色 那你調出來的顏色呢 它就會跟剛剛的比較接近 好 但是它還是可以保持 一樣 暗 但是它的暗又不會忽然太亮 好 比如說你看這時候 我稍微用了 綠色 也是一樣 那 畫油 不好畫不透明水彩 什麼時候要加油 什麼時候要加水 就是你調起來 搭搭 這時候你就稍微加一點點 好 它畫起來就會很順 好 好 真的只示範局部 不再畫那麼多了 來 假設 我現在開始要畫到 我講一下這個色彩還原 它可以你在畫的時候 你在練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你素描 為什麼 因為你會看黑白 我們平常畫素描 就是看彩色的東西 比如說這樣 你以前在學校 放一個東西 然後讓你看 畫成樹苗 看彩色 畫成黑白 這時候是反過來 看黑白 還原成彩色 這是誰發明呢 我沒有去申請專的 就是我發明的 就是 它會 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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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 你看 它是一個很直覺性的 你不會 你不可能在這邊塗綠吧 不可能在這邊塗綠吧 對 因為這很深 你看 不可能這樣 怎麼看都不對 所以你會知道說 這個顏色它適合出現在哪 譬如說 這顏色 出現在這 剛剛好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會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顏色它是落在哪個灰階 久而久之呢 你再畫著畫著 你就再回來 讓你畫 看彩色畫黑白 你有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在這個部分 從彩色的去畫成黑白的 從黑白的去畫成彩色的時候 也沒有問題 懂我意思嗎 好 在這時候接著 重要的是後面的膚色 所以這時候我先概略的 我先概略的去鋪 鋪它一個周圍 很概略 不要學 這時候 如果我去跳到暖色系 我跟你講它一定會變更深 信不信 信 對 一定是信的 真的因為更深 把顏色擠出來 但是這是過度喔 這是過度 你還是要把它畫上去 畫的時候記得就是畫 你剛剛畫的旁邊 這個畫法就是 我教你們的方法說真的 這是根本是 篩選過後再篩選過後再篩選過後 你只要記得 畫在旁邊就好 你不要說今天 你剛剛畫那個位置 然後你現在來畫這裡 懂我意思嗎 不要跳那麼快 你就畫它旁邊 只要畫它旁邊 你會發現 你怎麼接都很順 懂我意思嗎 有沒有 你看這裡 法際日理 很順齁 看投影的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看原作的同學 可能會相對的會清楚很多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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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原作就是這裡 這裡 好 這時候 來 一樣 調色的時候基本上 不管是什麼筆 透明水彩 不透明水彩 尤其是不透明 不透明類的 因為它少了水 它少了水 所以基本上 你基本上 你可以一隻筆分兩個顏色 油畫也可以 你只要不把它 壓忍下去 基本上它都會有兩個顏色 好 那這兩個顏色 它有一個好處 是我一下子可以這樣 一下子可以 反過來 我要稍微深一點點 我就反過來 我要稍微淺一點 我就反過去 喔 非常好用喔 這招可以學起來 正面一個人再背面一個人 對對對 那基本上就是 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 多畫 對不對 還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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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越來越快 好 開始 來 來 來 更淺 我剛剛稍微 把顏色稍微洗掉 一丁點 一丁點 然後繼續 平常可以用廚房紙巾 因為廚房紙巾它比較吸 那抹布 基本上它吸滿 抹布只能丟掉 你不可能拿一丁點 太硬了 來看一下 這邊 開始 等一下換筆了 因為這筆開始有點 沒事 繼續 還有 我想說 快要照膚色而已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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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管資訊 好 換筆 來 這時候啊 來來來 偷偷 加一點白色 再加一點 讓你的顏色 可覆蓋性提升 不然它 可覆蓋性有限 那現在要調的是什麼 灰階 灰 就是灰 你看 我今天這樣換上去 太多 太亮 對啦 太多了 太過頭了 把它 加綠色 加綠色 通常啦 基本上正常 在畫的時候 你在突然之間 跳到很亮的顏色 我都會再加回去 加綠色 讓它變灰一點點 然後 這時候再回來 去補 這裡 通常我喜歡加這兩個 有白的 有白的藍 有白的綠 對 它混起來會很剛好 它就會是灰階 有沒有 你看喔 這個灰可以戴到什麼程度呢 四處都可以戴 就多好 對不對 巧克力有沒 老師 剛剛那筆換掉 是因為它沒辦法再更淺 是因為它巧克力有沒 沒有 是因為它不適合去做 紙上混色 因為它筆毛太硬 因為它筆毛太硬 對 就是 它怎麼畫就是這樣 所以因為現在要紙上混色 水才要換你色 對 好 來繼續喔 等一下 這個部分畫起來 讓你拍案叫絕 沒有拍 我們已經Ready了 再暗示你們 我只畫這個區域 真的很怕沒電 畫到這樣之後 你看一下這個顏色 是不是開始不夠亮 灰灰柔柔 因為我如果再繼續畫 我說的嘛 這是很直覺的選色 這顏色不可能畫在這裡 你看我畫給你看 很奇怪 對不對 畫色彩還原它有一個很關鍵的關鍵是什麼呢 基本上 你要畫上去 有畫跟沒畫一樣 畫上去有畫跟沒畫一樣 這是一個心魔 就是 因為這是黑白的 所以你要畫上去 你會發現 到底有沒有畫 那你就畫對了 你的灰階就畫對了 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畫上去你發現 太亮太暗 那就是有問題 好不好 這樣看可以嗎 好像大家在看這 戴頭影機幹嘛 哈哈哈哈哈哈 好來 繼續 加黃 我要讓它先到我要的色彩 然後我再回來去加 你看看到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調到灰 這個灰相較於剛剛有沒有 它沒有那麼 你看我的調色多漂亮 就是一個漸層 對吧 美 真的是 不開玩笑 每個人看我的調色彩就是 沒有誇獎 哈哈哈哈 超色喔 哈哈哈 不要亂猜 好 來繼續 讓它這裡 來我說的紙上混色 其實不透明水彩或透明水彩 跟剛剛的 透明水彩 都可以紙上混色 粉彩也可以喔 什麼叫紙上混色 這樣 輕輕的 輕輕的帶 半圓形半圓形半圓形 半圓形 回到半圓形 四分之一圓四分之一圓 它就是粉色 然後記得 然後記得 畫畫的時候最要命的 就是很急 你在看到它那個屁感 你就把它填滿 團蛋 你對不對 這時候你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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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忍耐 忍耐到什麼程度呢 忍耐到你的灰尖都鋪得差不多了 你才能去帶灰亮布 在此之前你都不要去畫到灰亮布 一定要忍耐 這不算了 這是剛剛故意畫給你看了 嗯 然後接著 這時候都還在鋪 灰階 這時候都還在鋪灰階 好 來 繼續 稍微 起掉一點點 因為它有點 嘖嘖 有點髒髒的 加白 一點點 好 調色的時候基本上呢 沾一點點沾一點點沾一點點 沾一點點 就有差了 我沾你的顏色超小心的 真的就是那麼一點點 不夠再沾就好 其實最怕的 看到了 噢噢噢噢怎麼會醃到 醃水很要求 啥呢 抹住水 要求 謝謝 謝謝 激水折發 水水 加一點點 藍藍 藍藍綠綠的 讓它微微的灰灰 加一點點的綠綠綠綠綠綠 其實可以用比較大筆啦 因為這筆比較小一點點 沒關係 不然你會洗太多筆 有沒有看到我那個灰階 配置的位置不要太快的去把它填滿 很重要喔 千萬不可以 因為當你太快去把它填滿的時候 那等一下就完蛋了 你會找不到你的亮面在哪邊 對 所以一定是整體一起做 謝謝學姐 不好意思 我是一個有禮貌的小孩 為什麼我問號 美德 美德 好 繼續打虧 對 不要讓自己陷入尷尬 趕快畫畫 老師不會 你不要尷尬就是別人尷尬 對啊 我不會尷尬 來 繼續 咖啡 加白 你有沒有看我調色 什麼顏色都碰 慢慢的 你會發現 你要的 位子會慢慢的帶出來 然後像這裡這裡這裡 揮暗部 這時候來借用 借用剛剛的 稍微去 直接去混射 就是 假設如果你顏色非常肯定的話 可以直接這樣 我可以直接借用剛剛的 灰尖 會不會太邪啊 感覺那個投影 是 這樣可以嗎 那我動這個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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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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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能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 如果 我覺得可以調亮一點 快門可以調亮一點 這樣會比較 對 對 OK嗎 就是 千萬不要 這時候 把亮的蓋掉 你會想說 沒關係 之後會把它補回 但是我這樣問你 你在補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找 要 太激動了 太激動了 要去找 但是 但是呢 你在畫的時候 你保留 你在後面 等一下根本 不需要 把誰去找 不是 他 他 他很乖 我想說 很怕沒電 懂我意思嗎 不要嚇我 夠緊張了 這樣 灰的 這個灰的 對啊 基本上 你只要鋪在 你要的位置 這也是混色 就是 我可以怎麼樣 混色 輕輕的 輕輕的 在調色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做到混色 所以有時候調色 不是說 我說真的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在調色的時候 我不會一下子 調到我要的 那顏色 我會有時候 會故意調過頭 或者調不夠 然後我會去 跟我畫面裡面的 那個顏色 去 混出我要的顏色 那其實這都在 一切都在 開始錄了 快 先畫 我就不要花那麼大面積了 然後 來來來來來來來 鼻 緊張病 高病 來 調色調色 調色 調色調色 手動太快 手動太快 好 職業傷害 開始 去抓 會亮布的 你看喔 怎麼樣混色 會不會太圓啊 要放檔布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 麻煩攝影師 導播 不透明也可以喔 粉彩也可以喔 水彩 水彩比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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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上混色 頭脾氣的 好像跑到天花板上去 這樣 這樣 好 可是我不能拿著 那我拿 墊一下 墊一下 那這個 墊一下 -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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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 沒關係,不要理他,要嗎? - 我要按什麼讓他消失嗎? - 我也不知道,還就不要 - 要按他消失,要按他消失 - 很緊張耶,今天 - 基本上你在畫的時候,你只要去判斷灰的位置,對不對? - 你只要灰的位置對的時候,你這樣畫就沒問題了,成功一半 - 你可以回去定黑白的,試看看,色彩還原 - 這沒有身形專利的,所以你歡迎使用 - 謝謝老師 - 很好用,這招真的是最好的練習 - 因為我們都知道,構圖很討厭,對吧? - 你們很討厭,我也很討厭構圖 - 就是這個方法,你不需要構圖 - 而且他有人幫你把明暗畫好 - 你只要在上面上色,還原色彩就好 - 但我都會註明,色彩還原 - 我會騙人家所謂話,這樣我畫的 - 不能不能不能 - 而且他括號寫劉隆隆老師 - 沒有啦 - 要括號沒有身形專利 - 對,大家歡迎使用 - 這邊加歸 - 還沒有做最亮喔 - 還沒有做最亮喔 - 還沒有做最亮喔 - 因為他其實就是這樣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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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慢慢做 - 算臨膜了 - 算臨膜了,這不算臨膜 - 這不算臨膜 - 這不算臨膜了 - 所謂臨膜的是 就是,譬如說,我看了這張畫,然後畫得跟它一模一樣,這叫零模 看照片不算 看這一張畫學它畫才是零模 你是要學它的技術 但是我會發現,我們有時候會有一個 不是各位,我在看其他,以前不是跟我學的同學 他們在零模的時候會有一個迷思 他們在零模的時候,他們會畫他自己的 但是,這就錯失那個零模的重要地方了 比如說,你零模的時候,你就是要學習它的技法 它的線是怎麼運用的 它的明暗是怎麼配置的 它的筆觸是怎麼畫的 零模是這樣 所以,在畫的時候,零模就是你要失去某個程度的自由 去學習一些你未知的東西 對,講得好像很深奧 好像拍手那些 拍手! 聽完都覺得 零非又進入另一個層次 零模,你要畫得像 零模,對,就是一定 但是你畫照片的時候就不需要 對,你畫照片就不需要 畫照片就是你自己加入你自己的想法 你的感覺 你想要怎麼畫它 想要怎麼表現它 我在抄筆記耶 剛剛的金 金句 今天來聽到就值得了 真的 你看到這邊開始越來越灰的話 我就開始繼續往上面 往上面跑 為什麼這次電池這麼久? 不知道 老師剛剛有辦 那趕快先畫亮 剛剛的紅色也很強 趕快先畫亮 來來來來 亮的怎麼辦? 記得先把筆洗乾淨 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 好,洗乾淨 應該了 先用亮的 這時候要獨立出一個色塊 獨立一個區域 還是髒的 來哦,輕輕的 大家 一點點 一點點,就一點點 真的就一點點 不能太多 好,來,繼續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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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再一點點 唉唷 好,來 去混色 然後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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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 加 往上 你看 我調色的習慣 調色的順序 越下面越淺 越上面越深 所以在這邊 稍微深一點點 往上 其實你的調色盤 只要是 像這樣 我跟妳講 妳的畫 基本上 就成功一半 因為 你調色的時候 很乾淨很順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畫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的調色盤 那個色塊 如果 東一個西一個 東一個西一個 亂掉的時候 你的畫 基本上 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 亂掉 齁 這個要 很小心 再把 亮的做出來 基本上 我們的 賈伯斯先生 就出來了 復活 好 看 又開始 有點那個 那個 那個有什麼 黑白 哎呀 別說了 就是這樣 好不好 拍手 漂亮 夾博之回來了 你們是真的 沒有被強迫齁 沒有 發自內心 好 偷偷的加一點點 深的去調 中間色 如果你要帶更順的話 就是這樣 好 可以嗎 可以 水彩 教你們一個很重要的 老師今天真的是 始終回生